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很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 我极力配合 而且我们共同研究文化保护问题 我们欢迎您来到俄罗斯 欢迎来到圣彼得堡文化之都 而且我们也欢迎您能够明天能参加研讨会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几个问题想请您回答一下 我们知道 我们不仅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以高速发展的事实 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还有灵活性 我们知道习近平主席 前不久说了 关于世界多元化的问题 我们也非常支持这个观点 在不久前 就在圣彼得堡是 中华人兵共和国王阳总理 提出了这个建设 建设文化 互动中心 而且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不仅说了总统普京 他周围的这些俄罗斯高层的领导人 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人类社会文明呢 本身就是多种文化交融 逐步发展的结果 任何一个民主一个国家 都曾经从历史走过 都有着优秀的灿烂的文化 那么呢 我们走到的新天 当全球化交流越来越平凡的时候 自然各种优秀的文化 都互相交融 有助于推动各自民主 各自文化的发展 文明的形成 中国一直有的原则 就是中重差异 保护多样 那么同时呢 互相交融 共同发展 那么对于文化来讲呢 更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来发展 更有助于整个所有文明的前进 我们刚才跟邓院长 讨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文化的侵略性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现象 但是呢 这个侵略性 它是文化交叉的一种 不正常的发展的形态 就是我们也很尊重 也很支持这个文化的多元性 但是当这种的多元性 某一种文化它的覆盖 或者它的目的不纯的时候 它成为一种侵略性 但是相反 如果文化完全不交叉 不交流 这对一个文化的发展来讲 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们前面讨论到苏联的解体 有一定的原因是俄罗斯 苏联的这个封闭性 因为当时苏联禁止从国外 就是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 因为当时政府很害怕 一些有思想的苏联人 他们读了国外的这个东西 就会在思想上有一个改变 我想强调的还有我的问题是 关于这个语言的多种化 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当一种语言它成为了全世界通用的自然 它携带的这个文化的作用 文化影响的作用也会很大 而且语言传播的方式也有多 各式各样的 现在的最普遍的传播是通过网络 这也是个很危险的传播 速度也很快 而且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还是英语 包括软件的开发 也都是用英语来 是主要的语言 所以您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看法 就是这种单向语言的覆盖性 文化它原本就有互相影响的 互相渗透的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就是不能抱有不好的目的的 进行一种文化侵略 包括我们过去历史上曾经的殖民文化 消灭其他民主文化 这个历史已经证明 这个是绝对不能成功的 那么具体第二个问题呢 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的重要载体 对不对 那么世界在逐步的用 或者是说大家 学习一种语言 是更便于 保存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 互相理解 而不能简单的把它用一种语言 来代替文化 语言的目的是 使大家共同了解了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精神 而互相呢 理解 这样才才形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而不能因为你有了 占足强语言 你就可以不影响或者殖民消灭 或者是说侵略其他文化 至于英语 使用英语这种作为一般的通用语言 这是历史形成的 那么我们今天用英语的国家 也不能用因为世界通用 一般用英语来影响 或者是说侵略别的国家的文明 而应该用这种更捷径 更有更解约成本的方式 来理解其他文化 其他民族的文明 因为如果没有一种 大家都能懂的语言 那么呢 理解各自的差异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共同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 可能 对于不能影响文明的差异性 而是把它 确实应该更多地看重它的工具性 这一点 无论是使用英语国家的文明 还是没有使用英语国家的民族 都应该抱着这样的态度 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我们非常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 而且仅有的这几个小时 还是应该休息的这几个小时 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明天能够 我们很期待您明天的发言 没问题 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人 应该有这样的指责 来共同尊重各自的文化差异 来推动世界的文化发展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您 但是出于时间的问题 知道您也要休息 所以我们这些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 可能明天在您的发言里 我们会得到 所以我们很期待您的发言 欢迎提意见 我们共同研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